青海梅园6.9级地震镇中见闻 蒙物民住房扛住墙镇考验 1月8日1时45分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梅园县 发生6.9级地震 青海 甘肃等省区都有震胆 震后第一时间 记者实地探访镇州梅园县黄城蒙古族乡 地处齐连山南路的黄城蒙古族乡 气温跌至零下15摄氏度 远处山梁上劈着白雪 离黄城蒙古族乡政府不足一公里处 便是藏族小伙财人冬珠的家 天刚亮 经历一夜惊魂的财人冬珠 跟妻子像往常一样 用无字生火 开启一天的放牧生涯 地震后 我们就被摇醒了 房间的木门也被摇开了 我们在外面等了两三个小时后 才敢进入家里 财人冬珠说 我们的房子虽然是老房子 但前些年全部加固了一遍 这次没有一点损失 记者在黄城蒙古族乡北山村看到 能目明的庄阔院既有面子 也有李自乳黄色的院落外墙面 跟冬日枯黄的草原相应 整个村落整齐美观 而进入农牧民家里 整洁温馨 看不出刚刚遭遇过一场强震 北山村村民哈金兰正跟丈夫投喂羊群 这次地震时 摇晃厉害 房间里的化妆品都翻了 但是房间墙面看不出一丝裂缝 家里没有大的损失 前些年 在政府的补贴下 我们新盖了面房子 知道房子能抗震 门源县处于地震多发地区 最近一次较大地震 是2016年发生的6.4级地震 彼时 镇区伤亡及财产损失较小 其原因跟农牧民住房的改善不无关系 北山村村民科长青市村里的养粮大户 家里有500多只羊 2016年地震时 他家墙面出现轻微开裂 这次地震后 裂缝变明显 今天地震时 房子哗啦啦地响 我们一直躲在户外的车里 科长青说 家里人平安无事 就是最大的幸福 在黄城龙古族乡马营村 部分农牧民家中房屋出现墙体开裂 调令坡落 圈墙倒塌 玻璃撕裂等现象 中共海北周委书记班果对记者说 本次地震震级比较高 属于主震 余震形 虽然余震情况还不明朗 但目前震中农牧民房屋 没有发生大面积坍塌 四位伤员也是在避震时受轻伤 说明近年来在脱贫攻坚 及其他会民政策带动下 农牧民住房建设标准比较高 质量比较好 记者从海北周官方获悉 当地震组织力量 详细摸牌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 而震中局地一度中断的电力 正有需恢复 青海省自然资源厅发布消息称 正在开展地质灾害排查等相关工作 并制定次生地质灾害排查方案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 青海省应急 交通 住建 水利 自然资源 电力 通信 卫生 教育等部门单位共计出动2800余人 车辆220余台 针对灾区房屋安全 电力供应 通信网络 医疗卫生 社会治安 道路交通 水域工程 水质检测 地质灾害 物资保障等方面 进行全方位排查